从事国际艺术治疗的叶延林 因为家里有特殊儿童 一路走来更知道这各种的辛苦跟滋味 而为了给予特殊儿童有更多协助 因此特别在屋志成立台湾新年新儿童心智发展协会 除了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来申请相关资源 也希望让发展较慢 或者是其他发展问题的孩子 也有机会可以提早发现 接受到专业的辅助治疗 还有相关的训练课程来帮助他们成长 贵宾检采宣告台湾新年新儿童心智发展协会 在屋志成立 希望借此来帮助特殊儿童走起发现走起治疗 曾经是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家长 我希望能够和所有有特殊儿童的家长 一样一同新年新 这个新年新三个名字 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己所取的 因为我想要跟家长永远新年新在一起 那为了这些孩子我们的机构 我们的协会 我现在已经看到现场的环境 我们每一道门 每一个隔间都是耐燃1.5小时的 所谓的防火防暴的门 包括我们全市都有纸外线杀菌灯 因为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最完整的空间 包括我们户外 我们这样户外户内 大概加起来加到250瓶 因为我们需要给孩子的是一个非常的自在 开心 健康 安全的环境 创办人叶岩林表示 从事国际艺术治疗工作多年 也帮助过许多心理创伤的个案 而加上自己也是特殊儿童的家长 一路走来更知道这各种辛苦跟自卫 因此成立这个儿童心智发展协会 想让发展较缓慢 或者是其他发展问题的孩子 有机会可以提早发现 并接受专业的辅助治疗 及相关的训练课程 这间是我们的感筒的教室 动态的教室 那里面看到的会是一些 感觉筒和上课需要做到的 用到的一些矫距跟设备 对那实际在操作的人员呢 会是有专业执照的职能治疗师 来做课程的一些设计跟带领 对那里面的话包括像是 如果说有一些本身是 感觉同和发展有障碍的孩子 或者是说一般性 综合发展的问题的孩子 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 感觉同和课程的需求 协会成立这一天 也邀请到唐宝宝 以及勤迷学校等团体到场表演 而协会也会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来申请相关资源 期盼可以号召更多社会大众 来关心特殊儿童跟家庭 成为他们坚强的霍盾 据有赖秋风台中采访到